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临近台北车站 三铁转运出口 还有公车站 人流车流超密集 那个地方会觉得说可能这阵子就比较 能够避免进出或者是进出的时候 就是口罩自己要记得盖得更紧一点这样子 最终需袋带很多 因为有时候怕这个脏了还是那个就要换了 有人需要的话我们也会给他 分开包包有的人还随身多带好几个 防疫意识又提升 确诊者的足迹广 专家认为进入社区感染阶段 就怕多点爆发 进补习班得先量体温 顺手再用酒精消毒 补习班学生进进出出 门口张贴告示 肉内得戴口罩 就是担心 因为这边也是就是人潮很多嘛 所以就怕担心如果有一个确诊者 在这里有足迹的话 就是怕人就是会互相传人 就连距离百公尺外的连锁餐厅 透明隔板摆在餐桌维持社交距离 随着本土疫情再扩大 就怕一个受牵连绷紧防疫神经 咱们继续文章间说话题 台北报道